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自强自力 为了妻子家庭 他又付出了多少艰辛 酸甜苦辣 他们患难于共 幸福的爱情将如何进行到底 和平年代本期为您讲述 让我今生拥抱你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平年代 我们过去曾经播出过一期节目 叫今生欠你一个拥抱 讲述了西藏边防军人王俊景和妻子吴新芬不离不弃的爱情故事 节目播出之后 这一家人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吴新芬也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 近几年 随着王俊景身体逐渐恢复 吴新芬工作日益稳定 女儿也开始分担家庭的重任 这三口之家各自所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 前不久 我们的摄制组来到了河南宇州市 再次见到了这家人 他就是王俊景 这一连串动作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一如反掌 但对于失去双臂的他来说却很不容易 这几年凭着自己坚强的毅力 王俊景的身体机能和心理状态越来越好 而更让人可喜的是 他们还搬现了宽敞明亮的新家 今年王俊景的女儿田田已经九岁了 上小学三年级 田田现在非常独立 可以自己上下学 除了学习以外 女儿也为父母分担了很多家庭重任 可以说他现在已经是爸爸妈妈的 左膀右臂了 从小上他就是在这个家庭里 看着他妈照顾我 他慢慢长大 就是他心很细 有时候他妈在做饭 我就说我需要啥 我说田田帮我拿点什么东西 跑得很快 你知道什么问题要没有 没有啊 这样你用心呢 那考试一般说肯定没有问题 知道吧 下次了 明天 明天请你喝 好不好 想让爸爸领带你去吃 出盲课吧 出盲课 我知道你想吃啥呢 糖醋 是不是 糖醋驴鸡 甜甜好吃肉 是不是 他成大人不在家 都做的 其实有时候你都做的 我丈夫不用在冬天穿 穿了秋鱼 穿毛衣 穿了毛衣再穿棉袄 穿了棉袄再穿棉袄 前年下面也有很大的改变 毕竟你看到的新家呢 冬天嘛有暖气 身体比这一晚好得多 你看以前 就是一到冬天嘛 哎呀 这个残端 还有腿部受伤的位置 就像针扎一样 很难受 应该说我们这个屋 在我心目中是一个爱潮 这套三十一厅的爱潮 也是多方资助 加上夫妻二人多年的损款 才得以购置 2008年 金生欠你一个拥抱 在和平年代栏目播出后 吴新芬与商参军人 王俊锦混难与共的故事 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人 他说这辈子当不上军草 就做一个殉君模范 他助手边关 有一个可爱贤惠的妻子 可他却对妻子说 金生我欠你一个拥抱 那时吴新芬并不认识王俊锦 他只知道 把写好的书信 寄给远在边房的军家 王俊锦看到信后 高兴地给吴新芬回了一分 从此 在西藏边房某部服务的 王俊锦和吴新芬 便成了朋友 1997年 王俊锦军校毕业 探亲归队前 两个人约定要见上一面 这次见面不到一个小时 王俊锦便与他告别 匆匆赶回了部队 那是他一生中 唯一一次 与王俊锦握手 见面后不久 让他们俩都意想不到的意外发生呢 原来通往连队的高压线意外中断 王俊锦自己爬上了电线杆 可正当他接线时 被电业局突然提前送来的高压店 挤重了 经过医护人员七天七夜的全力抢救 王俊锦总算保住了生命 但却永远失去了双臂 得到消息后 吴欣芬立即辞去了工作 全身心地投入到照顾 王俊锦的日子当中 2002年8月1日 在西藏军区某部 几百名军官的见证下 这对友情人举行了婚礼 从1998年到2004年 吴欣芬只回过两次家 当父亲从刊登有他事迹的 妇女生活杂志得知真相后 气得三天没有吃饭 2004年11月 新婚两年的吴欣芬决定 带着王俊锦和女儿田田 拜见自己的父母 王俊锦用那条不能弯曲的左腿 给老人跪了下去 一切借地烟消云散 父母最终接纳了女儿的婚姻 2009年 他们的故事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播出 片名也叫 今生欠你一个拥抱 据中王俊锦的扮演者说 自己本来不想接这部戏 听到是军人题材 因为我自己工作的原因 我在那两年不想再拍军人一类的戏 因为以前拍这种类型比较多 所以这个戏辗转了大概有一年时间 前面他曾经有一次要拍 然后我可以推掉了 后来又转过一年 又拍的时候 我一听又给推掉了 后来导演说 你来咱们俩聊聊 哪怕你不接 然后但是他把资料给我一看 我当时就被震撼了 现在随着家庭条件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王俊锦和吴清芬夫妇间的决策 也开始发生互换 王俊锦发生事故后 神心遭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打击 整个人几乎崩溃 那时吴新芬时刻陪伴在王俊锦的身边 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丈夫身上 现在王俊锦已经基本恢复了自理能力 所以王俊锦总觉得 应该为妻子做点什么 减少他工作中的后顾之忧 我感觉新芬来就是应该慢慢的走出家庭 就是过去是他照顾我 现在来我离双等级脸 就是支持他的工作 就是怎么说来 人活着人不能光为了自己 吴新芬在宇州市复联工作 自从吴新芬到复联后 王俊锦每天都要送妻子上班 回到家后 他还会为妻子发几条叮嘱的短信 我很感动 我会更珍惜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刚到复联时 面对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人 吴新芬有点手忙脚乱 在领导同事和丈夫的帮助下 吴新芬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工作 他一直说我照顾他这么几年 不容易 所以他尽量支持我去工作 每次都要嘱咐我 嘱托我 要自己做好自己的工作 其实我一个人去工作 其实是我们两个人的 丈夫的行动让吴新芬十分感动 但有一件事还是让吴新芬放心不下 你何能谋何老伟 毕竟怎么说 没有手了 对正常生活的影响很大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在 通过自身努力嘛 也改变了很多 但是毕竟有些东西 比如说就是上厕所啊 这个事情就是很现实的问题 都解决不了 有一次哈 我在外边 他也在外边 但是我没在一块嘛 嗯 他回来 他就基本上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他说不好意思 我拉裤子上了 他说我真的是实在没办法 他说还得让你给我夺喜 你看 嗯 不是 排都排都软了 可以可以 就可以 为了打消妻子的顾虑 王俊景尽量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 坚持每天锻炼身体 读书看报 擴充自己的知识面 让他安心去工作 在丈夫的支持下 吴新芬的进步很快 他担任了宇州市复联副主席 除了复联的工作外 吴新芬还有了一个副业 那就是负责接听、君早热线 和管理君早专业 前几年 王俊景和吴新芬在电剑局的帮助下 开通了君早热线 吴新芬是君早热线的主播 王俊景是管理员 如今君早热线随着夫妻俩知名度的提高 也越来越红火 在设备宣传部的帮助下 他们又在中国宇州网 设立了君早专业 现在君早专业 已经成为军地年轻男女交流的原地 这台电脑就是通过君早专业认识的一对恋人 送给他们的 像我们跟我们情况差不多的 老公在部队 有的是生病 有的是受伤 然后跟我打电话 跟我交流 然后好些都是年轻的女孩 说我也想 他嫂子 我也想找个 看到你们一家那么幸福 我也想找个 找个军人 只要心在一起 就能感觉到对方的拥抱 这是夫妻俩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通过这些年来的磨难 夫妻俩总结出了自己的爱情秘诀 我觉得还是那样老样子 还是以前 照顾好丈夫 培养好孩子 干好自己的工作 才是最实实在在的 好多人 其实你看我们战友同学就说 你们现在累不累 我说不累啊 只要自己内心啥就是 放下那种架子 就是过平常的日子 嗯 我感觉 内心幸福是最幸福的 这几年 他们下基层上海岛 走边房 进哨作 很多地方都留下了夫妻俩的身影 八十余场先进世纪报告会的现场 他们在一起 抗争救灾 英雄好战士武文兵的墓碑前 他们在一起 东方第一哨和北锤第一哨 树边官兵们的队伍中 他们在一起 爱 新的一年开始呢 他们再次踏上真诚 在一起 创造更多的奇迹 这一世 沉默在中央 沉默在中央 两个人一辈子 从天涯到海角 风雨中中央是不成不难 尽量的墓碑 尽量的尽量 尽量的尽量 今生欠你一个拥抱 我我的爱与这里温然 今生欠你一个拥抱 还给你最美的微笑 还给你最美的微笑 见面时我在考虑 用什么可以代替握手和王俊景打招呼呢 见面后 他主动伸出了受伤的残壁与我握手 然后又给了我一个拥抱 这个拥抱让我感受到了一名军人的力量和坚强 所以我把片名就叫做 让我今生拥抱你 摄制组拍摄的过程当中 发现了一个细节 王俊景一家三口在吃饭时 吴新芬经常会一边和我们说话 一边把夹满菜的筷子送进丈夫的口中 女儿则在另一旁用纸巾擦去爸爸嘴边的油渍 一家人默契的可谓是天衣无缝 而每到这时 王俊景的脸上都会绽放出幸福的笑容 王俊景的确很幸福 因为他时刻都能感受到家人和社会给他的拥抱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历经风火五十年隐功埋名 老人的小布包里装了多少秘密 和平年代老英雄再放光彩 颁奖典礼上他将如何感动全场 老战友重相见 冲锋后里共亦争容岁月 小布包保险会 一生勤恳 崇尚荣誉 寄信简 下集为您讲述 永远的小布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